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许触庭 欢迎收看乔社新闻 共同关心全球各地的乔界动态 国际福伦社109年来 第一位台湾人总社长黄岐光 一年任期届满 交棒给下一任的总社长 黄岐光在担任总社长的 这一年走遍全世界 推广福伦社的服务理念 并且帮助落后国家脱离贫困 改善医疗品质 成果有目共睹 同时也提升了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 位于芝加哥北区的爱文斯顿市 福伦社总部外投中华民国国旗飘扬 这天国际福伦社成立109年来 第一位台湾人总社长黄岐光 一年任期期满功成身退 要交换给下一任总社长 包括驻芝加哥办事处长何正环等 许多贵宾都特别前来管理 将卸任了这位总社的社长 黄岐光先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第一位担任中央NGO的领导职务 我们在对这个感到非常的骄傲 那他在任内做的这个对福伦社 国际福伦社所做的相关的工作 也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积极 受到这个国际福伦社社友们的 这个多方的肯定 所以我今天利用这个交接典礼 应邀前来特别观礼 那这个也见证到了这个我们台湾在这边 能够在对这些国际友人 能够这个充分的这个展现 我们在这边的这个能见度 隆重的交接典礼上 黄岐光特别以中文的你好 台语的赞 带领全场与会者一起问好 黄岐光说他的上任代表台湾福伦社 过去六十多年来的努力 受到全世界社友肯定 才能在十二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过去一年他也走遍全世界 推广福伦社理念 消灭小儿麻痹病源 并且帮助落后国家脱贫 那我也很高兴 今年让国际福伦社的 今年社员的成长 是二十年来最好的最高的 同时今年的捐献基金会 也是一百一十年来 全世界破纪录最好的 对中国机关还特别邀请了 目前定居在旧金山 高龄九十三岁的菲律宾籍前社长 Made Caparas到场进行尖交 交棒给下一任来自斯里兰卡的 新任总社长 希望能够继续传递正面能量 帮助世界上更多的人 看完完电视张 蜀艺美国芝加哥采访报导